Hello 你好 今天想做一個溫馨提示 用我們的3X帶的時候 請要小心點 有時候有些帶 黃色帶特別要小心點 因為它是比較薄的 是為了小朋友 老人家 有痛楚問題的地方 可以幫你慢慢宣援 或者開始習慣用拉力帶 所以當然如果你是個大隻佬 你拉全身出來 全身用力的 懶的機會是很大的 我第一次試用下身 都推得斷 紅色 黑色 綠色 我就沒有推斷 但是都有機會推斷 如果你是用得錯 或者是不合適 或者是保養得不好 所以我就想做一個警告給你 每個帶都有寫一個磅數 好像黃色就是15到35磅的拉力 當然15到35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你們都沒有用過出來 但是你一看薄數 你都知道 去到某個情況 你就收手了 你就知道 OK 那就一個生氣為止 另外 帶就最好保養 就保持著用普通水去洗 就不要用天然水去刺 因為它都是天然的latex 它都有機會會刺壞 就不要放在太陽上防曬 你放在太陽上曬出來 什麼塑膠 什麼都會氧化 會變 變樣 變質 都會脆一點 第三點就是 如果你每次做運動之前 你盡量 如果有些空隙是爛了的位置 就要小心一點就注意一下 因為爛了一點有些裂痕的位置 就有機會會越裂越大的 一帶就會有機會 就是一個爛的地方 OK 現在都是這幾樣東西 還有我們每個帶都有寫一個提示 希望小朋友 要讓家長看著 怕有些家長說 怕會不會燙傷 燙著 摘色 什麼都有機會可以做到 那件衣服都可以 但都有提示在那裡 還有如果你有病歷 或者哪裏痛 弄傷了 就盡量休息 就不要玩 什麼都沒有行 但當然有些是拉了跟錯了 可以幫助他 去拉好他 姿勢做好一點 當然拉力帶是最適合的 OK 希望有些幫助 麻煩你